你一定想不到特种兵的日常训练 竟然如此的认真 随手一扔就是一个真手雷 007眼疾手快扔了出去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美女教员又是一颗手雷扔出 女兵被这突如其来的手雷吓懵了 石磊和黄宝贵迅速抢过她手上的手雷 却不慎丢落在地 石磊眼看来不及闪躲 只好用身体来压住手雷 接着黄宝贵 007飞行员也压了上来 来了个四人迭罗汉 而有两个战友只顾自己撒腿就跑 不远处的飞浪目睹全部过程 然后从车上下来 看到这情景的副教官和谢思霄都笑了 不知道编剧怎么想的 为什么要用身体来压手雷 难道说这样就炸不死 我真是搞不明白 不过石磊不被炸死也被压死了 医务队的女兵上来进行检查 发现石磊应该是暂时性的昏迷 这么多人压着她 不晕才怪 而和石磊情如手足的黄宝贵 建议对石磊进行人工呼吸的救援方法 就在黄宝贵下嘴的瞬间 可能石磊感觉到了什么 突然醒了过来 不得不说石磊还是挺聪明的 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保持头脑清醒 真是难能可贵 随着飞狼的一声令下 迅速全体集合 飞狼对这四人在本次演习中的表现做出了评价 如果他手上是一枚真手雷 那么这四人一定会非死即惨 不过这团队精神值得表扬 反而刚才在演习中逃跑的那两人 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飞狼直接让他们打包走人 因为霹雳火空降救援突击队 不会让没有团队意识的人员存在